Kathy老师,很开心见到你 先跟大家来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Kathy 目前定居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 我是雅兹的护肤及化妆品的 忠实粉丝用户 今天很荣幸可以为大家分享 这一款的粉饼松粉和粉饼 非常非常的期待 因为我有一些疑问 当我知道你会分享这个主题的时候 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用粉底液 会不会就是说 如果我用了粉底液过后 我就不需要用粉饼了呢 可以,那在之前我先跟大家解释 那松粉和粉饼到底它们是什么呢 它们其实是我们化妆品的其中一个产品之一 对,它有一个专业的名称叫定装粉 哦 对,它们的主要功能就是定装的 然后呢,那它们都是不含没有油分的 它们没有油分的成分 然后呢,那松粉呢 它就是粉状的制品 粉状的 嗯 那这一个粉饼呢 它就是压缩成饼的松粉 哦,所以它是跟 是同一个家出来的 是不是 就是两姐妹 两个人的制造 是它们的成分 这个雅兹公司呢 它是由含有大西地珍珠 和一个光学晶体混合物 研发出来的这个非常高科技的产品 那我们都知道嘛 珍珠 尤其是大西地珍珠 它那个成分是海底世界新有 然后非常珍贵的特产 所以呢 这个公司,雅兹呢 它把它们制造 成功的制造到 它在有效的那个效仿 真实的肌肤 达到那个湿滑光感的 那个外貌的感觉 的那个 哇,听Candy老师这么分享过后呢 我就迫不及待想要尝试了 对,刚才汉尼老师问的第一个问题嘛 就是粉底液 但是需不需要用上它呢 那我就先问一问大家 就是你们有没有感觉上了粉底液过后 然后风一吹 就可能到了外面风一吹 然后一吹的时候 那个头发就卡了几根了 哦,对对对 是的,确实是有这样的问题 对,再来就是化妆后 你有没有感觉脸上会出油 嗯 啊,还有就是化了妆大概三到四个小时之后 你就会开始发现你的妆 开始脱妆或者是脱粉了 的状态 确实是 确实是有这样的问题 我以为是只是我的个人问题而已 对,因为呢 在化妆过程中 可能就是因为少了定妆这个步骤 哦,我还不晓得 嗯,请指教 这个松粉跟粉饼呢 它可以帮我们就是吸走 吸走多余的油分 那个油和湿度 明白 对,那它如果帮我们达到 那它如果带走了多余的油分和水分湿度的话 那我们的底妆就会更牢固 然后我们的妆会更持久 然后非常的完美 哦,明白 那么如果说我是一个皮肤比较干干的人 就是干燥的皮肤的话呢 会不会不适合用呢 其实呢,我相信 在化妆的步骤里面呢 定妆这个功夫,这个功课 是不可以少的 哦,所以 不管是什么皮肤的性质 油性和干性还是敏感肌 只是呢,它的用量和手法 绝对是不一样的 哦,哇,老师就是非常专业 对,因为呢 干性皮肤嘛,它们不容易出油 嗯 但是呢,它们可能在运动中不容易出汗 哦,那确实是 对,那这个定妆呢 它也有帮助控油跟控湿嘛 嗯 那是不需要的 只是呢,油性就是看你老师说 如果你干性皮肤的话 那个用量要非常的少 就不需要脱 但是还是要定妆的 哦,明白了 就是说如果我需要的话 就是先放上我的这个粉底液 然后再呃,用这个粉状的来定妆 对吗 对,那通常呢,我们都知道嘛 在定妆我们需要先做护肤 尤其你知道是干性肌肤的人 那其实不管什么肤质的人 都需要很足的水分 那我们在化妆之前 我们先做好保湿功课 嗯 我们需要用好的护肤瓶 然后给水分 给那个肌肤吸收满满的水 那我们就开始要 可以做一些防晒 隔离霜 然后我们才开始打底 OK,好的 那么Cathy老师 你会不会 呃,就是现场示范给大家看 非常期待 对,我现场会用 但是呢 呃,我想说的就是 如果刚刚说的打底嘛 那打底呢,我们有遮瑕跟底妆 嗯 对,遮瑕呢 也要看我们的皮肤的状态 那如果今天你想 你的皮肤有比较深 比较痘痘 或者是黑眼圈比较深 嗯 那想要双层的打底 双层的遮瑕 那你就第一步 可以先做遮瑕 然后再打底 然后再重叠的遮瑕 然后等你确定把你的底妆做了 完美了之后 我们就来做一个定妆 哦,所以就是需要先 呃,涂上那一个 呃,粉底液 然后呢 再做这个遮瑕的工作 然后到最后才做这个定妆的 这个呃,步骤对吗 是的 嗯 那么那个粉饼呢 粉饼是 等一下再解释是吗 太紧张了 粉饼去使用的产品呢 你们看它的功效嘛 一个比较大 一个比较小 确实是 那如果带在家里用的话呢 我非常推荐用粉 松粉 嗯 那如果出门呢 出门因为我们会接触一些 呃,可能会脱妆 或者是出汗 我们非常需要补妆的时候 就需要随身携带的粉饼 嗯,明白 对,然后其实它们的功效都是一样 就是为了帮我们定妆的 哦,所以这两款都是属于定妆的功能的一个 化妆的产品 嗯 那我近在呢 其实我已经做了一个foundation跟遮瑕 那只是我还没有涂上定妆 所以呢 我的头发一吹 你看它还是会卡的 确实是 它就会黏着那个你的肌肤了 嗯 对,而且还 而且我感觉不是完完全全的爽透 就是还是会有一些油 油质的感觉 因为我们的粉底液 有一些是水质的 嗯 有一些是油质的 确实是 因为有些时候呢 也很容易看到就是当你拍照的时候呢 你就会有那个反光的效果 因为就是你的额头啊 或者是那些比较容易出油的地方 你就会看到就是有亮光 对吧 对,那我会教大家怎么用 这个松粉呢 通常有两种 一个是用这个刷子 是 然后另一个就是用它的这个棉棒 这个海绵 哦,所以这个棉棒是一起在这个盒子里面的 对吗 对,它是一起的 而且公司它出这个产品呢 是没有refill的 它没有说给你加粉 然后再重 哦,明白 它要卫生 它要一次性 嗯,嗯,嗯 对,所以用完了就换一个新的 OK 那,对 所以呢,怎么用呢 那我就教大家 我们首先这个粉呢 是 我选的是亮色 它还有另外两个颜色 就是Medium跟Duck 中跟暗 但是我选的是亮色 所以呢 如果选亮色的中粉呢 有一个好处 它还可以帮我们修饰 好像比方说 我们想要我们的眼 那个肋沟跟我们的眼尾啊 还有一些鼻里旁边 嘴角 这些它都有帮助 帮我们提亮 做修饰 哦,明白了 对 那 朋友们你们记得啦 记得记得 就是要买亮粉 对 那通常呢 我们就把一些散粉 拍拍拍 那给它打 就是出来的过后呢 我们就 首先我先用这个 然后我会拿一些 嗯 拿了之后 它就会沾上了 对,不可以看得到 不可以马上用 因为它会不均匀 哦,它会不均匀 嗯 那我们要做的 就是把它揉均匀 就是把它重叠一半 嗯 然后 就这样子 给它均匀 对 左右折 OK 那它就均匀了 嗯 嗯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拍打 在我们的 容易出油的地方 额头 然后眼 脸颊 嗯 然后我们 妆 对 就是这么简单 哇,真的是很简单 是 对,要轻轻的拍打 就可以了 它就做到了定妆 的一个功能 哦,所以就是以拍打的方式 而不是涂抹的方式 嗯 我是 然后呢 我感觉就是 我现在的整体感觉就是 很滑 那我头发 吹 那 你看 完全没有的 它就是瘦的 是的 是的 嗯 然后呢 我也感觉整个人很 就是滑滑 光滑的感觉 很清爽 是 清爽 对 然后呢 啊 再来跟大家分享 啊 当然这个 也很好用 嗯 那也是 就是沾了那一个粉 但是也不要马上用 我们要敲 哦 就把多余的粉 给敲出来 对 然后一样的 就是把我们脸颊 额头 轻轻的 把它涂上 把它的粉 均匀的涂上 嗯 对 对 然后 然后我的脸 而且你看 一半有打跟 一半没打 打了自然会亮光 就是修饰 光了一层 对 可以看得到就是 另外一边呢 就是感觉上 你就是会觉得 比较干爽 那种感觉 嗯 那粉饼呢 我经常带出去用 你看我的也用得快完了 粉饼呢 有两个用法 一个就是这个 小小的海绵 嗯 它也是可以用 沾的方式 沾 然后给它磨一磨均匀 然后涂上去 嗯 对 很轻松 就很简单 对 然后或者 你也可以用刷子 嗯 沾 嗯 然后敲 给它均匀 对 然后上我们的 就涂上去 哦 明白 那就是简单的定妆符咒 嗯 非常好 长知识了 老师们 有没有其他问题要问啊 快点抓紧时间问哦 那我还想说呢 我发现这个散粉 这些松这个散粉和松 其实我一直把松粉跟散粉都是一样的 只是我把称作为散粉比较多 嗯 然后呢 发现到它有一些神奇之用 哦 还有神奇之用啊 很期待想要知道 我常用的 就有时候我画眉毛嘛 对 我画眉毛 那我有时候下手会 有时候会拿捏不到 就是下手中了 眉毛化身了 啊 对 那我 我会用这个松粉来救 哦 OK明白 就是不小心把自己的眉毛 画成关公的那种 眉毛很深的那种感觉 那我就会用粉 把它 当成 那它的颜色就会浅了一层 哦 OK OK 啊 又学到一个新的窍门了 再来就是 有时候我们运动完嘛 然后要马上见朋友 那头发出汗了 会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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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要试试一下 天然 所以安全的使用 不会伤害我们的头皮 对 嗯 嗯 嗯 可是你这样做 它的那个粉白 那个粉末 不会让那头发 就是有白白的 颜色吗 哦 要用手去均匀的去涂抹一下 OK 明白 明白 而且非常 哇 太厉害了 对 然后再来就是有时候我们有那个化妆的刷子嘛 化眼影的刷子 那我们不 我们懒惰 懒惰用水洗 嗯 那我们也可以用松粉来 做到清洁的功能 就是 哦 对 取粉 然后拿 拿那个刷子 沾 沾了粉 然后拿一个纸巾 拿一个 那个 Tissue Pepper 跟他 一直跟他涂均匀 那我们的 哇 今天学到很多的 以前都没听说过的敲门 对 学到很多啊 哇 学到很多知识的 来打个三三三 来谢谢我们的Catty老师 今天把 很多的干货都跟大家分享了 嗯 然后在 在学习化妆的过程 我是非常享受的 我享受 然后快乐 我觉得这样才能持续持久 那那肯定是的 每一次听到Catty老师分享 这个化妆的课呢 就让我感觉就是说 原来化妆不是大家想象的 那么的麻烦 那么的琐碎 那么的多 就是步骤不记得 要哪一个开始 就是对你来说 就是化妆就是一个 很快乐的一个 一个行为 一个 一个怎么说 very fun right 嗯 是的 是的 而且真的 化妆中 过程很多乐趣 你可以 你可以看到 不同的 呃 发现到 像我这样 就慢慢的发现到 不同的功能 而且还安全 对对对 哇 非常谢谢Catty老师 今天呢 就呃 呃 正如尼大老师所说的 哇 世界因你而美丽啊 因为我们今天呢 这边所有的老师呢 就学到了Catty老师 讲的几个 呃化妆的心窍门 我相信呢 就是这堂课下来呢 每一位老师就马上进货 去进一一款松粉 或者是那个粉饼 然后呢 大家都可以在家 就是自己学习 自己去玩一玩 对不对 赞同 好 Catty老师 还有什么东西 要呃 最后的补充吗 对 在这个冬天嘛 天气 要寒冷 然后皮肤也要 更加的做保养 对 希望大家快乐的 度过冬天 谢谢